大连市长兴岛经济区充分发挥国家级石化产业基地的上游原料优势 吸引下游高技术高附加值企业入驻 不断延长拓展石化产业黄金链条 近日八个项目在长兴岛集中开工 这些项目主要集中在石化产业链下游的精细化工领域 总投资26亿元 其中长茂大连新材料公司投资7亿元建设的顺干项目 是以恒粒石化的液化器为主要原料 年产4万吨顺干及多种衍生品 建成后将成为国内主要的苹果酸等食品添加剂和医药中间体生产商 年产值可达20亿元 原料液化器正常是3000多左右一吨 我们在做到顺干的话大概是9000到1万左右一吨 这个副夹值翻了一倍 然后我们再把它做成食品添加剂或者是药品 那么它的副夹值又增加一倍 下面还要做可降解塑料 长兴岛经济区不断创新体制机制 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推动项目早落地早开工早投产 大连中木化工项目去年历经三次疫情冲击 但在多部门联合支持下 从开工到投产不到14个月 生产的高分子材料正逢市场忘销期 供不应求 这个项目要建成投产以后 已经替代了进口产品 投资应该是说不到三个亿 那么这个效益是非常好的 主要原料之一 甲村就是用恒例石化的 也是属于它的下游产品 今年以来 长兴岛经济区开复工项目达37个 总投资125亿元 围绕补链 盐链 强链 园区将继续加大招商引资力度 持续壮大石化 装备制造 和港口物流等主导产业 全年我们可以实现 这个产业力投资项目 可以达到300亿以上 成为大连的一个经济牵动的 一个重远区域 驻大连记者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